吃饭喽 今天吃什么看看 小米粥真黏糊 老李爱喝小米粥 我爱吃大米粥 现在只能顺着他 他说小米粥养胃 我说大米粥养胃 总有吃不来的时候 刚买的榨菜 7、8、9、10、11、12、13、14、15 这一大堆才9块9 吃一包吧 这个是咱们山东老乡唐国强做的广告 他这个都是榨菜心 一点不咸 不咸你也不能口口吃 我先尝尝嘛 嗯 都是榨菜心 好吃 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饭 自己种的生菜 还有紫苏都是自己种的 但是这个黄瓜呢 还是买的 这是牛肉 昨天买的牛肉 煮了以后呢 故意没红烧 包肉吃 包菜包肉啊 这个是韩国辣酱 你尝尝这个榨菜 榨菜配着小米粥是最好的 绝配 我怎么觉得小米粥配这个榨菜比这个牛肉好吃 那肯定了 你买的也太多了吧 榨菜 买这么多呢 这些才9块9 这有活动 全是榨菜心 销量呢 也是非常好 因为它既好吃又便宜 咱们过两天出去旅游 自驾游带着 做点粥 吃点榨菜多好 这是9块915包 喝多少钱一包 才几磨钱 对不对 现在哪有这么便宜的 这个质量都挺好的 都是榨菜心 挺脆爽的 这个小孩也能吃不咸 在我橱窗里 朋友们可以到橱窗里去了解一下 喝粥吧 吃点咸菜 下饭对味 你看我们家今天的饭多简单 这种便宜可以再买点 吃完再买的 不是搞活动没有 我倒说 嗯 那也行哈 反正坏不了 嗯 出去自驾游这个东西少不了 我看好评很多 都说好 嗯 你喝完了那一碗 喝完了 比我喝快 再来一碗 你要不要 嗯 你先盛醒了 你先盛醒了